7月5日 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 上海天文馆 揭开神秘面纱 迎来首批压力测试观众 记者在现场看到 馆内的互动展品 项目颇多 参观者可以体验VR月球漫步 还可以走进模拟的中国空间站 天河核心舱 了解航天员如何在太空睡觉 吃饭 上厕所等 在上海天文馆的VR月球漫步区 游客处单称完体重后 坐上特殊椅子 戴上VR眼镜 开始月球漫步 他认为 漫步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能够在天文馆体验到这样的项目 很兴奋 很值得 第一次踏上月球 感觉很兴奋 踩着踩着 还没开始怎么就结束了呢 时间太短了 下次尝试可以时间再长一些 VR月球漫步项目是通过VR眼睛内增设的真实模拟效果 来让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个项目限制体重 参与者体重需要在45至75公斤之间 因此称重合格者才可以开始排队体验 首先我们就是有三个场景 一个是镜 就是月球上的镜海 一个是红弯 还有一个是个风卡门 如果我们基于这三个点 然后介绍的是嫦娥2号 嫦娥3号 嫦娥4号 然后以及他们的知识点 除了VR月球漫步 上海天文馆内还展示了嫦娥5号和玉兔2号模型 在嫦娥5号的对面 就是2021年4月29日成功发射的天河号核心舱 1比1仿真模型 参观者可以走进核心舱 真实地看一看宇航员们在太空中生活和工作的场景 他们的起居 健身 喜悦 饮食 几乎是以1比1来做的 内部空间实景还原 包括宇航员的生活起居 工作 还有舱体的正常的工作状态 还有比如说一些太空实验 都是在里面足以展示的 据了解 上海天文馆全馆采用高仿真场景 体感互动 数据可视化 AR VR 生物识别等各类先进的展示手段 将天文学中一些专业概念形象化 互动化 让观众们了解 我们在哪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 这三个问题 馆内的300余件展品中 原创比例高达85% 互动展品占比50%以上 此外 上海天文馆征集了总计约70件著名陨石 及超过120件文物藏品 从质量上看 已达到国际一流收藏水准 影响世界科学发展的著名科学家 如牛顿 开普勒 伽利略等的原版著作 以及品种稀有的月球陨石 火星陨石 均在馆内展出 上海天文馆展示策划主设计师 飞苹果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上海天文馆的展臣从设计到施工 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 数次打磨 就像是培养一个孩子 慢慢长大成才 他相信上海天文馆会成为全球顶尖的展馆 我认为上海天文馆会成为中国甚至于亚洲 或者甚至于全球非常顶尖的展馆 我认为上海天文馆会成为全球顶尖的展馆 是个人的主要 我认为上海天文馆会成为全球顶尖的展馆